在台灣能夠大放異彩 這個金光閃閃 日系全新旗艦手機正式登台 邀請文青女神林雨昕 搶先試拍 下午這次的鏡頭 非常非常的銳利 那它是很適合做 反差大的這一種黑白攝影 站在作品前分享使用心得 旗艦新機相機功能超強大 連開過攝影展的林雨昕 也很驚艷 一個天氣好的正中午 從頂光開始測試 然後到下午的斜陽 光線變得比較斜 然後到黃昏有Golden Hours 然後接下來天色變得比較藍 有Blue Hour 就是一整天的測試 我覺得這一支手機 它是非常的高門檻全方位 日系旗艦高規格手機 與相機大廠合作 單眼級相機鏡頭 無論是夜景 人像或寵物動態 都能輕鬆捕捉 它有搭載到一吋的感光元件 那一吋基本上就是等於 就是說單眼級的 這樣一個感光元件 那對於說我們在夜拍的時候 其實拍照效果也會 能夠更加的清晰 R8S系列這個 它有搭載所謂的 AI自動對焦的功能 那尤其是針對像拍人 或者是動物的部分 它可以做即時的一個對焦 瞄準現代人 拿手機隨手拍的習慣 日系手機結合單眼級鏡頭 主打輕鬆拍出神機美照 強勢搶攻台灣高階手機市場 咱們新聞谷高書記凱宣 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你 感谢观看